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儿我呀 继续跟您聊这个三藩之乱的人物质 今儿咱们这集人物质啊 给的多 怎么叫给的多呢 就是这个涉及的内容比较多 今儿咱要说的呀 是爷孙俩 没错 您猜对了 今儿咱们要说呀 就是靖南王那只子 老靖南王耿仲明 和小靖南王耿精忠 之所以咱们这一集能讲爷儿俩 是因为这耿仲明的故事啊 咱们在孔悟德那班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孔悟德跟耿仲明 这哥儿俩的关系非常好 又都是大帅毛文龙的养孙 并且在叛名投卿的这件事情上啊 这哥儿俩是一起的 所以说两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啊 前后也差不大铃 那么要是讲故事嘛 这两个人啊 他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啊 就在于这两人的个性 和为人处事的不同 孔悟德呢是个文盲 是认准一条道啊 跑到黑的竹 这从最后他能够为了大清国呀 舍身自义 拒不投降 您就能看得出来 所以说这孔悟德 对上对下都是一根筋 在军纪上啊 他抓的也是非常的严 哎这耿仲明就不一样了 要说这耿仲明啊 看上去呀 可比这个孔悟德 鲁得多 大高个子 面色油黑呀 典型的山东大汉 抱头还眼 这眼珠子呀总瞪着 他不怒自威呀 可这人呢 有一地儿的特有意思 别伸手 把这俩手望歪一伸呢 食指尖尖如细笋 这双手伸的呀 是又白又嫩 好老娘们啊 都不一定有他这双手漂亮 这心啊还细 人也随和 早在毛文龙的部队里啊 这耿仲明 他就管财物 这人随和在哪表现出来呀 到处认老乡 他虽然啊 祖籍山东 但是他可是从辽东长起来的 只要是关外辽东籍的兵 都愿意跟着耿仲明 攀个关系 这耿仲明 人随和脾气好 无论这人的军型大小 哪么是个火夫马夫 他也能跟打成一片 那么咱们在这儿 为什么如此的 要废些口舌呢 您记准了啊 这耿仲明最后 就死在这上了 这耿仲明啊 当然是跟孔奥德 一天投降的了 但是为什么这耿仲明显得没有孔奥德重要呢 因为这两个人啊 身上的本事不太一样 孔奥德呢 善于操炮 也就是说这孔奥德身边的人呢 都是炮兵 孔奥德本人啊 也善于指挥炮战 但是这耿仲明就不一样了 耿仲明擅使船 他适合啊 指挥舰队 但是这大清国一开始啊 还是后金的时候 他也不需要舰队 所以说呢就显不出这耿仲明的能耐来 当然了 后来的耿仲明啊 在这黄太极的军中 也是屡历战功 什么平定朝鲜呢 松山 杏山大战呢 这耿仲明是都有参加 并且呢是立功无数 崇德元年 也就是1636年的四月 黄太极称帝了 改国号啊为大清 分耿仲明为怀顺王 另外两名降将 公顺王就是洪有德 智顺王呢 就是尚可喜 这三个人加一块啊 合称叫做三顺王 这毛文龙毛大帅呀 死后也不能闭眼 他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三大养孙 成了这大清建国的 异姓三顺王爷 在这期间呢 这耿仲明上下逢源 左右迎合的性格缺陷 就暴露出来了 第一相亲以后 他和自己的哥们 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孔偶德 闹了一回矛盾 有一天呢 这孔偶德呀 向黄太极那告状去了 咱们老百姓说是告状啊 其实搁的这个王子 跟皇帝身上啊 那就应该叫弹劾 这孔偶德跟大汗说呀 说我这有很多的部众 跑了 都跑哪去了 都跑到耿仲明的标下了 并且呢 这耿仲明啊 还给他们都归了部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就是 孔偶德军级过延 这些当兵的受不了了 于是啊 就跑到这耿仲明的麾下了 耿仲明的这性格就是这样 他也不是不知道 这样做呀 不得合适 但是他没办法呀 他架不住这帮人 苦苦的秧给他呀 于是啊 就把这些人呢 全盘的收下了 具体多少人啊 咱们不清楚 可是啊 我觉得少不了 要不就这孔偶德也不至为上皇上那闹去 追查下来以后 耿仲明啊 就跟黄太极说了 皇上您别着急 哎 这孔老二啊 你也别着急 他为什么是孔老二啊 因为在这 耿仲明 孔偶德和尚可喜当中啊 论年 你说呀 这孔偶德 他确实排行在二 这些个人啊 我已经 鞭名造策了 有多少人 我把他集合起来 一股脑的给您送回去 不就完了吗 哎 就这样啊 黄太极也没追究 孔偶德呢 也就不再言语了 可是这会儿啊 是清初 这八旗制度啊 还不是很完善 孔偶德跟耿仲明 可不是一个旗 耿仲明啊 隶属于整黄旗 孔偶德呢 隶属于整红旗 咱们讲八旗制度那边的时候 咱们说的很清楚了 到后来 如果逃旗 那可是这旗人里边的重罪 中了杀头 清了发配 并且这隐匿陶旗之人呢 与陶旗者同罪 这事儿啊 算是过去了 他后边还有事儿呢 要不就说呀 这人啊 性格上的缺陷 毛病不好改 就在重则七年八月的时候 这黄太极 处置了一批啊 在杏山松山大战当中的陶人 这耿仲明一看呢 这些人里边有自己的老乡 当然了 他老乡啊 也特别的多 于是啊 就帮这些人把尸都收了 并且呀 射酒祭拜 这黄太极这份气呀 你说你收尸就完了 无非呀 是偷摸的你 尽个这同乡之仪 你说你这还射酒祭拜 你什么意思 难道说 是我杀错了吗 你这明摆着 就是坏我的君记呀 可是呢 当时正在用人之际 也没好过多的责备耿仲明 于是这黄太极说了 别的就不罚了 罚点钱吧 罚了这耿仲明 一千两的雪花白银 有书则长啊 咱们无书则短 这一转眼的功夫啊 就到了顺之六年了 那年呀是1649年 清廷下令这孔沃德率兵 争广东福建 现在的耿仲明啊 那了不得了 就在出征之前 在北京城里啊 这耿仲明被改封为了靖南王 并且这朝廷啊 赐给的他金策金印 可是大军刚走到一半 到江西吉安的时候啊 又出事了 在北京的朝廷里啊 行不上书 向摄政王蹲滚奏报 这耿仲明 麾下部将 没了张经 陈少宗 放纵自己的部下 私自藏匿逃人 触犯了逃人法 论罪当斩 自然这耿仲明 也有对下属管理不到 逆而不报的罪过 按这帮大臣的意思 那就得是消绝治罪 那这会儿可是有逃人法了 这摄政王啊 他的依法办事啊 于是摄政王也一封手谕 就下到了耿仲明的军中 这耿仲明一看呢 不能怠慢了 赶紧查吧 一查呀 确实有三百逃人 藏匿在自己的军队里 所以呀 赶紧上书请罪 这会儿啊 在朝廷里 他的亲支禁派 也给他写信了 说这朝廷里呀 大臣的朝会 对他可是不利 都议他有罪呀 要严查耿仲明 并且彻查清楚以后 还要依法治重罪 好家伙子里 靖南王也得到这个信之后 我心里头啊 算是打上鼓了 越想心越窄 是越想越害怕 是越想啊 越想不开 于是乎这一根麻绳 就在自己的大营当中 上吊自杀了 其实这朝里是这么商量的 是这么商量的 不过呀 直接就被摄政王 嘟儿滚驳回了 摄政王的意思是说呀 前方正在用人 和江山设计比起来呀 这些问题都是小节小异 这耿王爷是堂堂的靖南王 并且手里握有重兵 哪能说弄死就弄死 说夺绝就夺绝呀 还别说王爷耿仲明了 就是这没了张经 陈少宗啊 朝廷也没再追究 你说这耿仲明 是不是白死了 那没辙呀 你是再冤再屈再无辜 也是死了 朝廷得到这个信之后啊 多管这份气就别提了 你说你个挺大王爷 气性不小 可这心眼不大 怎么就能活活被吓死了呢 盛怒之下呀 传摄政王玉 让耿仲明的儿子耿姬茂 接替靖南王的兵权 但是 这但是后边啊 加两个重重的感叹号 耿姬茂不能承袭靖南王的王爵 原因很简单 就因为这耿仲明啊 他不是好死的 原话叫他不是令钟 所以呢 不能儿子习王爵 这朝廷呢 也不赐功绩 也不给示好 得 挺大的靖南王爷 耿仲明啊 算是死了一个马屋 至于耿仲明最后埋在哪了呀 到现在都有争议 辽宁有两个地方啊 都声称 耿仲明的墓就在自己县霞境内 明国版 辽阳县志所在 耿仲明墓就在成东南梅家花园村 可是呢 碑皆 墓种皆无存了 这盖州乡土志里古墓志一篇啊 也说了 耿仲明墓啊 在成东南阴谷 所谓清出淮顺王坟事也 现尚存有十人十马 关于这两件事啊 学徒我呀 他也没考证 所以咱们在这儿啊 也不替古人下绝论 老靖南王耿仲明的故事啊 咱们算是讲完了 本来呀 咱们还想讲讲这 小靖南王耿精中 可是这天一聊起来呀 往往就忘了时候 明儿咱这段书啊 才算是有意思的 这老靖南王啊 他远远没有 小靖南王死的有乐 您听说过被灵池处死的 您听说过被灵池处死以后 还被晾成肉干的吗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明天呀 咱们要聊一聊 这少爷秧子 小靖南王 耿精中